腾讯体育8月19日训,无奈爱美里的命够苦的。 街坊温哥本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,英超联盟又来监督。 给他的职交开局,直接开启地狱模式,头两轮接连对阵之前两个赛季的英超冠军,结果进入新时代的埃森娜不负众望。 先输篮院再输篮局,爱美里遭遇开局两年半,无奈之下刷到耻辱记录,结束长代22年的温格时代。 阿森的新赛季的每一场比赛,都意味着一个新的开始,首轮面对满城。 唱首自1996年10月12日以来,首次没有温格作战教练习,而次轮做客挑战切尔西, 也设22年来兵工厂第一次在没有教授的情况下争战伦敦德比。 上一次,温格上任之前的9月4日,临时主帅休斯顿代队拿到三道三平局,对手,切尔西。 他据老话,时光荏苒,岁月如梭,22年后,爱美里迎来直教艾森奈的首场伦敦德比,对手也是切尔西,遭遇开门黑的才能否在斯坦福球场迎来首胜。 同样是初来乍到的萨林,显然不会给同行面子,一上来就给爱美里当头一棒,开场20分钟, 篮军已经凭借佩德罗和莫拉塔的进球取得2-0领先。 此时此刻,昌米想必会回想起2014年3月的那场篮桥之战,实时温格担任前首主帅的第一先场, 莫利尼奥在篮桥送上的大理是一场0-6惨般, 如今雪色历史会否重演,至少坐镇主场的切尔西球迷信灾乐祸, 得高唱起温格因意思很明显,爱美里和温格一样,都将在这里吞下大败。 然而随后场上风云突变,轮到埃森内抓住切尔西的防守漏洞横打, 穆希塔良可以握底4分钟临近二球板凭比分。 要知道过去六次印钞多个篮桥,温格的球队夹起来,也才录得两立进球。 事实上,若飞,二八埋羊,一卧比等措施多次良机, 枪手甚至有可能在上半场结束前就完成一转好戏, 届时风光离场的便不会算理,而是爱美里了。 不过遗憾的是,这真心奋记得要效过了之后, 兵工场在下半场被打回原形,来着完全占据场上主动, 控球率一堵达到七成,射门高达15次。 特别是当埃达尔提普登场后, 优势已经进在萨里的球队掌握之中, 第八十一分钟他助攻马克斯阿龙所打入绝杀进球, 只是水到去成的事情,至于客队,后四十五分钟空球率只有百分之三十四。 三十一正的数据足以说明一切, 最终,埃森兰2比3布迪切尔提,遭遇开局两年版, 这是他们自1992到1993赛季, 因朝元年以来的第一次,26年前曾连输入维奇和布莱克本, 艾美里也成为自1986年4月的博尔滕肖之后首位执教前两场都高负的枪手主帅, 不过三十二年前,博尔滕肖只是在唐霍维茨之后, 林威受命担任救护教练, 而那个赛季结束时, 埃森兰排名老鹰在第七, 枪迷不禁要问, 艾美里的首胜何时能够到来? 第三轮,也许是个机会, 还是伦敦得比, 艾森内主场迎战西汉姆连, 今下引进多名新人的铁锤班和兵工厂一样, 已经遭遇开局两年半, 两支球队都是爱兵, 与佩莱格里面狭路相逢, 艾美里绝对不容忍失, 否则艾美里的声音真就要响起了, 念旧CM的脸则声明, 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, 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。